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高兴跟大家做一次介绍 坦白说我挺紧张的 因为面对这么多的同学 我还是第一次做这么大的一个分享 做这个介绍之前 我先讲一下我们听众的一些要求 就是因为今天我们可能不会去讲任何的编码技巧 也不会去讲任何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概念 但是我们今天会讲就基于电商的这种交易 我们的设计思路是什么样的 这个是我们友站在基于我们大陆有很多的这种电商公司的基础之上 做的一些架构和我们近几年以来的一些思考 应该说是我们有站在设计上面的一个思想的结晶 然后希望我们的听众可能会对我们三类的同学会带来一些帮助 第一类可能是从事电商核心交易的一线开发 或者是架构的一些同学 然后第二类是对于软件设计有一定经验的同学 第三个是希望从事电商交易设计的一些同学 可能会对他们去带来一些帮助 然后我们只会提供一些思路上的一些 是另外一种思路 但是这个并不是一种标准 开讲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金瑞敏 来自于有站的核心交易团队和有站的Java框架的团队负责人 然后我的上一份工作是在阿里巴巴 从事技术专家这么一个岗位 先介绍一下我们有站 这个可以在官网上都可以去看到 但是可能我们会以一种技术人员的角度来理解有站 有站是一家SaaS公司 也就是我们说的云计算公司 然后我们最主要提供的一个能力 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卖家在网上去开店 然后可以把他们的商品去收买出去 进而获得利润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能力 然后我们右边最主要是我们有站的这几个 非常拳头的旗舰型产品 那么里面有很多 就包括有站微商城 有站零售 有站的美业 有站的餐饮 就等等等等 还会有很多别的一些产品 那么这些产品呢 其实只有第一个 就是有站微商城 是我们一开始 就公司一成立就开始做的一个产品 一直持续到现在为止 应该是已经做了四年多的这么一个时间 然后呢 后面的这些产品 都是我们最近一年左右 出现的一些 所有的一些产品 是这样子 有站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是叫做有站云 有站云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在原来的那个介绍片里面 应该也有一些介绍 就是有站云呢 他其实是我们有站的一些工程师 然后呢 因为做了很多很多的产品 做了很多很多的实践 然后呢 我们把这些实践和产品去打散 最后 我们把这些能打散的东西 就成为一种积木式的一些模块 然后呢 我们可以让这些模块 可以给我们的开发者开放出去 进行复用 然后呢 由他们来创造出一些新的一些产品形态 是具有这样的一些能力 我们把这些能力 我们把它归纳为叫有站云 然后有站云现在呢 最主要是基于八个云 去提供服务 这里面就包含有电商云 客服云 有包括营销云 支付云 就等等等等的 这些都可以在官网上看到 就不再具体展开说了 然后我们有站呢 有很多很多的企业 这些可能都是中国大陆的一些企业 占大多份 然后有一些呢 是世界五百强的 有一些呢 是中国五百强的 然后有一些呢 是那个自媒体里面 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些公司 OK 那现在我们开始进入 我们的这个主题 就介绍一下我们的电商系统 电商的这个交易系统 主要是会分三个方面做介绍 第一个方面呢 是我们先介绍一下背景经验 背景一些知识 因为在座的并不是 所有的同学可能都从事过 电商的一些交易 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做一些介绍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是介绍一下 我们在做全渠道经营的 线上和线下 这么一个打通的 这么一个系统 或者是一个生态 我们碰到的一些技术挑战 是有哪些 然后最后是介绍 我们最核心的东西 就是我们友站 是如何进行设计 我们的这个交易系统 来实现我们的一些商业目标的 背景介绍 第一个背景介绍 就是电商系统的一些简单的介绍 我们最主要是从流量的角度来切入 流量是什么 这个我们先不解释 可能我们会想象一下 假设你是一个商家 你在某个地方开了一个店 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在猜想 如果你是一个老板 你可能会想 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 我要更多的顾客到我的店里来 然后买我更多的东西 我赚更多的钱 这就是我最想做的一个事情 其实线上的电商系统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这个能力就分成这三块 一个叫做导入流量 导入流量就是意味着 我得让更多的用户到我这店里面来 那么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手段 那么其中一些手段呢 就包括你去发一些小传单 可以让更多的用户到你这个店里来 然后也有可能呢 你去做一些电视 或者是一些媒体的一些广告 然后让这些用户到你的这个店里来 这个都是一种 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 不管是在广告 还是在我们的小传单上 印的都是什么内容 肯定是营销 比如说我们今天全部打五折 等等等等 就这些营销内容 这就是激发用户的一个购买欲望 所以呢我们这个第一个部分就叫做营销 就通过导入流量 然后到达营销这么一个页面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是你把用户拉进你的店里来了 OK 那这个时候你想做的事情 就是让他去买单 让他去达成交易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 你有很好的体验 比如说你有很好的pose机 让用户付款的时候很顺畅 然后你有很好的产品 可以让用户看起来物美价廉 就等等等等 这个最主要是要达成目的 所以呢我们的目的呢 就是达成交易 第三个呢是可能一些特有的东西 就是叫老客的激活和维护 这个怎么理解呢 是你的一个用户到你店里面去买了 那么可能是你有一个手段是希望 他可以明天后天再到你的店里去购买 就形成二次三次的一些复购 这个东西呢是叫老客的维护和激活 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下面一张图 做一个流量示意图 上面这个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 大家可以看这个颜色 这个绿色的部分呢 我们把它暂且叫做新客户 新客户就是他从来没给你做过任何的生意 这个用户可以没在你的店里买过任何东西 他甚至都不知道你 那么你如何让他到店里面来 那么可能说我们有两个渠道 一个叫线上渠道 一个叫线下渠道 线上渠道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你的电视广告 你的 比如说在一些媒体上做的一些广告 等等等等 它都是一些线上渠道一部分 那么可以通过线上的这种渠道 把这个用户导到我们的一个活动营销 这么一个地方去承接 然后呢还有一个渠道就叫线下渠道 线下渠道就是刚才说的 你去发传单 这就是线下渠道 做低推 那么可以把用户拉到你的店里来 然后呢到达你的活动和营销的这个页面之后呢 我们是把活动和营销页面往下面转化 下面转化就是我们的一个交易核心 那个交易核心呢就是包含到你的店铺首页 让你的店铺首页看起来很漂亮 然后让用户觉得特别高大上 然后呢到了你的这个商品详情 到了你的商品一面 你的商品是价格比较低的 然后你的商品质量特别好 牌子特别响等等等等的 然后到了你的商品 然后到了商品之后呢 可能再往下面去转化 那就是形成购物车 就是把它加入购物车 加入购物车之后呢就去付钱购买 最后呢就是去做付款这么一个动作 就整个流程全部都走完 这就是我们达成我们目标了 就是交易 就整个交易就算走完了 但是呢交易走完并不是我们的一个终点 我们需要把这个新客户沉淀下来 落成我们的老客户 那么这样的话方便我们后面完成二次出活 这么一个目的 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个箭头 就是需要把它们去沉淀为老客户 然后老客户还是需要进行一次流量激活的 就是这个地方 还是需要形成一个流量激活的 因为流量特别贵 不管你是打广告也好 你去找人去发传单也好 这个都是一个很贵的一个事情 所以你把老客户沉淀下来 你一定不希望你天天去做这些广告 你需要把你的老客户变得越来越大 当这个老客户的基数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那么后面的生意就会源源不断 那么基于我们刚才说的流量关系 其实很容易就形成我们的实物电商的一个系统架构图 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东西 这是我们有站从一开始成立到 2015年之前都是围绕这张图在做事情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所有的产品线就分成两层 第一层是叫做产品层 产品层非常容易理解 就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APP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页面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触点到我们的用户这边 这就是我们的产品层 这是可见的部分 还有后面就是一个后台的一个部分 后台部分最主要是我们刚才说的 既然是要做交易 那肯定是会有商品 有店铺 有营销 有交易 有支付 等等等等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中间红色的部分 就叫电商的业务规则 电商的业务规则 它们是存在一起的 就是这个规则会影响到库存 影响到交易 影响到方方面面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电商后台 原来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们走的都是迭代快速开发的这么一个路线 所以我们不会去做太多太复杂的一个系统的这种设计 我们都是拿一个系统去承接了所有的步骤 那么这个系统叫Arrow 这个是我们原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老系统 这个系统它的这个原代码的量是超过一个G的 然后呢这个系统后面会变得越来越难维护 因为人太多了 然后呢代码量太大了 变得特别难维护 同时呢随着我们这个友赞的一些发展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商业目标也产生了一个变化 我们并不会觉得我们只做电商就够了 我们还要做更多更多东西 所以就进行演变 我们要去做全渠道经营的这么一个情况 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产品线里面 有那个零售 有美业 有餐饮 就等等等等 会有很多这种产品线 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去架构的 去设计出来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 旁边这个红色的框框里面 有很多东西 这个就是原来电商 电商交易里面 它存在原来的一些老代码和老的一些产品 我们把它都放在这边 但是呢 虽然他们承接的职责是一样的 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代码是一样的 他们的代码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在这里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把原来这么一个计大小的 一个圆码量的一个工程进行了拆解 就拆解成很多很多的服务化工程 然后这些服务化工程 我们把它分成这么三个层次 一个是产品层 一个是叫做垂直行业领域层 最后一个呢 是叫做共享中台 共享中台是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交易支付等等一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 可以给我们所有的垂直行业 进行重用 所以我们把它抽出来 是叫做底层 那么这个共享中台呢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性 就是它是业务无关性 如果它是偶合了业务规则 OK 那它是没办法去支撑更多的业务的 所以它是具有业务无关性的 这么一个抽象 它其实都是抽象领域 那么跟刚才看到一个 电商的交易是有点不一样的 全渠道经营的技术挑战 刚才看到这个两个图 从这个图到那个图的这个跳跃 其实我们中间碰到了 很多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碰到的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我们大的一个电商后台 现在要拆成共享中台和电商系统 因为它的代买量特别特别大 光梳理这些东西 其实就需要很大很大的功夫 然后我们第一个步骤 就是把这个大的电商后台 去拆成了共享中台和电商领域 这么两个层次 然后第二个碰到的一个挑战 就是我们原来看到的这个电商领域 它其实偶合了很多的业务规则 就是电商的业务规则是偶合进去 我们的一些中台里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电商 偶合电商规则的这么一个系统 做成一个抽象化的一个领域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碰到的第二个挑战 那第三个挑战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服务化系统 由一个G大小 一个G以上大小的一个系统 然后加一些规则 加一些整理 我们最后抽成了 一千个以上的服务化系统 这就是我们碰到了这个三个挑战 当然现在这个是 就是我们应该经过一年多的一个努力 整个公司上下差不多把这个事情已经做得 应该不能说百分百 但是已经做到百分九十五以上了 交易系统的挑战 交易系统呢 是我们刚才说的共享中台里面的一部分 那么共享中台碰到了挑战 其实就是我们交易系统碰到的一个 一个公用化的一个挑战 但是我们还会碰到了一些额外的一些挑战 一个额外的挑战就是什么呢 就第一个呢对我们的基本要求是稳定 对于交易系统的基本要求是稳定 为什么是稳定呢 原因很简单 当用户到达你的店里面去了 用户到你的店 其实你已经为这个场景去买单了 而且是一个很贵的买单 当你的这个系统如果不稳定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亏本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要求在进行 我们进行交易的时候 它是又快又稳 哪怕它的并发量 突然之间变了十倍以上 我们可能都是稳定的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挑战 是稳定 那么第二个挑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能支撑更多的垂直行业 因为我们是一个共享的 中台的这么一个系统 所以我们需要去支持更多的垂直行业 那么这个垂直行业可能是现在已经出现的 就这些行业 还有一些就是没有出现的行业 可能我们今天还没想到的一些行业 如果说它出现了 OK 我们也要去做一个支持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需要能快速地去接入一些新的一些领域 接入一些新的一些业务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当前的互联网的一个行业来说 就是它的变化特别快 然后呢 等到我们的一个idea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能需要快速地给它落地 如果说你花一年时间给它落地 那么可能说这个行业的风口都已经过去了 那么所以落地的时候我们要求尽快 尽可能地快 我们可能会花两周时间就把它落地 然后拿到市场上去验证 它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我们想的它是有业务价值的 所以我们需要对我们新的一些垂直行业 它要求特别快 特别特别快地能落地下来 我们就所谓的这种叫最小化落地原则 所以交易系统就碰到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 非常非常尴尬的地位 你可以看到上面是垂直行业 它这个东西是蓬勃不断地往上走 每天都有发布 然后还有很多新的垂直行业在产生 然后有一些新的变化在产生 上面是非常非常活跃的 下面的东西是非常稳定的 比如说支付 它只处理资金的一些关系 比如说物流 它只处理一些物流的一些关系 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中台系统 但是交易不是 交易它是一个层上旗下的这么一个系统 它需要去关注业务 也需要去关注底层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导致交易系统就变得特别难做 它又要求稳定 然后又要求变化快 这两个本来就是一个矛盾体 那么如何把两个矛盾体进行统一 这就是我们摆在面前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交易是中层 所以交易这边它碰到了一个挑战是 第一个交易要关心业务流程 这个非常容易理解 因为交易流程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它需要去关心锤子行业的业务流程 然后交易每天都要去支持业务每天都在迭代的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现在得到了一个数据是我们交易系统每天都有发布 每天都有发布 因为我们的垂直行业每天都有发布 我们支持了很多垂直行业 哪怕一个垂直行业一天更新 一周更新一个版本 算是迭代的速度不算快的这么一个情况 一周一个版本都不算快 那么我们支持的是十个以上的垂直行业 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每天都会有发布 每天都会有发布 第三个是新业务能快速失措 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就不再具体讲了 第四个是交易系统是非常非常地稳定可靠 这个是它能立足的根本 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一条路 我们只能把交易系统做成业务中间键 那么这个词比较有意思 叫业务中间键 可能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技术中间键 比如说我们碰到的MQ系统 就消息系统 或者是我们碰到的一些比如说RDS系统等等 就这些系统都是叫做技术中间键 技术中间键关心的东西非常稳定 我就只处理消息 或者是我只处理一些东西 那么交易它要关心这么变化的一些事情 所以只能把自己做成业务中间键 所以我们只能去关心我们的一个模型 我们必须有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一个模型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如何去 我们是如何去做我们的这个交易系统的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最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吧 有一个场景 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就是我们如何买东西的 交易就是处理买东西的 所以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是怎么买东西的 第一个场景是叫逛超市 这个很容易理解 应该大家都逛过 它比较容易就是你去超市里面 你只要能看到的一排一排的货架 然后你去看一下 这个东西我喜欢 这个东西价格还合适我就拿走了 你到收银台这边一结算 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了 所以整个的交易过程就完成了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简单一个过程 我们把它抽象为叫做弱契约关系 弱的契约关系 因为它没有跟你签一个合同 但是事实上它是有契约的 这个契约存在于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个货架上的价格和货架上的东西 你是看得到的 你是认可这个价格 认可这个东西的质量 然后你把东西拿走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比较弱的契约关系 就是钱和货你都是认可的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稍微复杂一个场景 就是买房 我不知道台湾的买房和大陆的买房是不是一样的 就是在大陆这边的买房是这样的 我把它理解为两种场景 一个叫全款买房 一个叫贷款买房 这全款买房的场景呢 就是你到一个地方 或者是一个叫做开发商那边 你去买房 OK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售楼小姐会给你做介绍 然后会跟你说很多这个 我们的那个楼盘怎么怎么好 然后价格怎么样怎么样子 这个就是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让你去签单 就是为了你去签单 所以呢 它会不断地去促成你去签单 然后促成签单之后呢 然后呢 你可能会在合同里面去约定 你什么时候去交钱 然后什么时候把你的这个房子给你 然后我的房子多大 然后绿化什么样子的 就等等等等 这个东西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在合同里面的一个约定 然后这个约定如果都认可了 OK这个时候签合同 然后你就开始交钱 然后交完钱之后 你就等着收房子就好了 所以这个呢 是叫全款买房的这么一个场景 这个我们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强契约关系 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契约关系 这个契约会贯穿整个交易的始终 它从时间跨度上 可能会几年 就一年都有可能的 然后第三种呢 是贷款买房子 它跟全款买房子 它只有一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就是它是分期交钱的 你不是一下把钱交完 你是先交定金 交完定金之后呢 然后每个月交一些月供 每个月交一些月供 它其实是一个分期交钱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交钱它可能是 不一定就一次交完 然后第四种呢 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场景 叫订牛奶 大家可能都订过牛奶 就是你去一个奶站订一个牛奶 说你订了一年的牛奶 那奶站不可能一下子把一年的牛奶全给你 它肯定会 你先把一年的钱先付掉 然后呢 每天给你送一瓶 一天给你送一瓶 然后送完一年之后 终于把货给你送完了 这就是那个订牛奶一个场景 但订牛奶这边 可能也不会让你去签合同 这也是一种弱契约的关系 所以呢 我们对交易的理解是什么 就用一句话就可以去概括了 这个可能是我们做交易核心系统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都是沿着它转的 那么我们的理解就是 交易是一种契约关系 以及这个契约如何被保障和执行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句话里面有三个关键字 第一个关键字呢 是叫契约关系 这是一种契约关系 第二种呢 是如何被保障和执行 就被保障和执行 这是第二个关键字 第三个关键字 它是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过程 不是一下完成的 它会涉及到就是一个时间的跨度 或者是空间的一个跨度 它会涉及到跨度 刚才这句话还是太抽象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句话做一个分解 做一个分解 这个交易系统是 这个交易是怎么回事 我们把它做一个分解 就是四个步骤 就是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是叫做合同 撮合和合同展现 这就是我们刚才 在卖房的场景里面 这个售楼小姐不断地向你去推销 这个房子 这个就是一个被 撮合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这叫第一个步骤 就是交易的撮合和展现 然后第二个步骤呢 是签单 就是下单的这个过程 下单的过程呢 最主要是做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呢 你得把合同签掉 第二个事情呢 是由合同会衍生出一个东西 叫订单 订单和合同 还不是一回事 这个一会儿会具体去讲一下 然后第三个过程呢 是叫交钱 就是你把合同定了 OK 剩下一个事情呢 就是你一定会把钱去交掉 这是第三个过程 是叫交钱 第四个过程呢 就是交货 就是卖家 就是你的这个卖家 他需要把货给你 这个交易财产是完成 等到交钱和交货都完成了 OK 这个事情是叫做交易是成功的 交易是成功的 下面呢 还有一个绿色的一个部分 是叫违约 违约 它是一个什么过程呢 就是在你进行订单 在进行那个签订了合同之后 那么还会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意外情况 会导致这个交易不能被执行 有很多的这种原因 比如说你刚签了一个合同 然后呢 你发现我后悔了 我后悔了 这个时候呢 你会拒绝付款 你会拒绝付款 那但是在合同里面 可能会约定 你会要被罚 可能会涉及到赔偿的一些事宜 这个是会在合同里面 做一些约定 但是这里面走的是一个违约的过程 然后呢 等到你交完钱之后 可能也会有一个违约的一个过程 你不想收获了 你不想收获了 你交了一个定金 你又不想要了 那这个时候呢 会在合同里面会约定 比如说 你的这个定金就被没收了 这也是一种违约 然后最后一种违约呢 很可能是 你货也拿到手了 然后钱也交了 最后是卖家违约了 原因呢 这个质量没打到你的要求 没打到你的要求 比如说你原来约定的是 买了个房子 100平方的 他给你60平方的 你肯定不干 所以这也是一种违约 是叫卖家违约 那么违约的任何的 一个一种可能性 它导致的结果是唯一的 就是这个交易是失败的 这个交易是失败的 所以我们对交易的理解呢 又把它拆成了四个阶段 就是任何的这种交易 我们能理解到的这个交易 都是逃不出这四个阶段的 然后我们再继续讲一下 每个过程 撮合 撮合呢 主动方是双方 都是有可能的 然后撮合是一种 模拟下单的过程 模拟下单 就是我需要 买一个什么东西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可能会把这个合同 去展现出来给你看 可能说涉及到 哎 多少钱 可能会涉及到 我的一些双方的一些权利 和义务是怎么约定的 就等等等等 这是一个模拟下单过程 但是它不涉及到 真实的 比如说扣库存 比如说扣你的这个优惠券 扣资产 也不会去落订单 它不会涉及到这么一个过程 它只是一个模拟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我们说 撮合它其实是一个模拟下单 然后呢 这个撮合其实在线下交易里面 用得特别广 特别广 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下单 下单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作 就是说我们这个交易生效了 交易正式生效了 这个就叫下单 那么下单里面最主要做的事情啊 就是做 就把这个合同去签下来 然后把这个订单去落下来 那么对于订单来说呢 我们有一个解释什么叫订单 什么叫合同 这是两回事 我们认为的这个订单呢 是表示我的合同 如何被保障和执行 这就是订单 它其实是一个凭证 就是你什么时候该交钱了 你什么时候该交货了 这都是一个凭证 然后呢 我们后面的执行 就是依据订单去做执行 那么在列车里面 有一个隐含的事情 我们把它叫做拆单 这个概念 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 叫拆单 就是你下了一个订单 我可能给你拆成多个订单 这就是为了方便合同的执行 而存在的 这叫拆单 履约 刚才说的这两个过程 就一个是交钱和交货 这个都叫履约的过程 你的合同签完了 你就要是去履行这个约定了 这个东西就叫履约 那么履约呢 就涉及到两个事情 最核心的事 一个是叫交钱 一个是交货 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是最核心的一个事情 然后呢 交钱呢有很多手段 交钱呢有很多很多手段 比如说我们常常碰到的 比如说我用银行卡支付 我用支付宝支付 或者是我用贷款去支付 或者是我用成队去支付 就等等等等 这个都是交钱的一个范畴 我们可以去重举它 虽然很多 但是我们知道有那么多种 所以呢 交钱的这个组件 是直接在交易核心里面 去把它做掉的 然后呢 交货 交货的这个事情呢 就比较复杂了 交货非常复杂 它为什么复杂呢 因为你交什么货 做什么这个交货的流程 它其实是跟垂直业务 去绑起来的 作为一个核心交易 是根本不知道 我们的垂直业务 在干什么事 它是不需要关心的 要不然这个设计 这个系统就没办法 设计和执行了 所以交货呢 是交给垂直业务这边 去做的 所以呢 但是呢 交易系统会跟垂直业务 这边会做一个桥接 怎么去桥接 一会儿会讲一下 再讲一下 交钱 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们就不再讲了 就交钱 交货 刚才也讲过了 就是需要讲的一个点呢 是交货不等同于物流 交货不等同于物流 物流是物流 物流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东西 我通过快递 我通过货运 然后把这个东西 送到你的这个买家的手里去 这个是交物流 但是交货呢 不懂同于物流 它范围特别广 可能是说 我去买了一张电话卡 然后呢 我给电话卡充值的 这么一个过程 可能就叫交货 因为用户把钱打到我账号上 然后我会通过 我的一个特殊渠道 给这个用户去充钱 那这个充钱的过程呢 就叫做交货 那么也有可能会涉及到 一些权益授权 比如说你买了一个会员卡 那这个会员卡 可能会给你授权一些权益 这也是交货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交货的这个东西 就是可能会比较复杂 也可能比较多变 违约 违约的后果 就是导致交易失败 就只有一个后果 那么违约会涉及到 两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一个呢是叫做 退钱 就退钱 一个是叫退货 退款和退货 就两个事情 这是违约这边要做的 然后违约还会涉及到 一些处罚 比如说会罚钱 或者是把你的货没收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呢是叫做违约 刚才的概念特别多 相信大家会听得迷迷糊糊的 这个不用理解 问题也不大 后面呢就是讲一下 交易其实有三个核心 三个核心 一个呢是叫正向交易 正向交易 正向交易呢就是 我需要把钱收进来 然后把货发出去 让我们的这个交易正常达成 达到一个成功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叫正向交易 还有一个呢是叫逆向交易 逆向交易就是 我要违约 然后呢我需要把钱推出去 把货推出去 这个就叫做逆向交易 这是两个非常核心的系统 然后第三个系统叫订单管理 它为什么会出现订单管理 这个一个东西呢 它最主要是处理数据的读操作 它不是涉及到数据的写操作 那这个读操作呢 最主要是处理的事情 是因为我们的订单系统 它的数据量特别庞大 我们每天进来的订单 都有上百万订单 那么一天上百万 OK 那一年之后就三个多个亿 一年就三个亿 用DB是存不住的 用DB是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们会引入一些特殊的一些手段 比如说搜索引擎 来解决订单的读操作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 很多复杂的一些技术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数据 如何进行易购同步 然后我们的数据 如何保证它的低延迟同步 就等等等等 这个都是非常难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订单管理 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系统核心 来处理订单管理的这个事情 交易的流程编排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最核心的一个部分了 就交易的流程编排 刚才也聊过一个情况 就交易是一个中台 是一个中台 然后交易是要把自己做成业务中间件 那么如何去做 如何去做成业务中间件 这就是我们的手段 叫交易编排流程 流程编排 那么我们是需要把垂直业务这边的流程 通过配置化的方式 然后把它编排出来 形成我们特殊的垂直交易的交易流程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的代码是不会去处理垂直业务的一些逻辑 只有我们的配置去处理垂直业务的这个逻辑 然后我们的代码是处理什么事情呢 就是处理我们根本性的一些底层的组件 比如说我如何通过支付宝付钱 我如何去扣库存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说的这个组件的一部分 但是呢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被任何的垂直行业去复用的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组件化和流程编排 所以流程编排是一个我们这里面最最核心的一个事情 然后呢 流程编排里面涉及到有四个场景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四个场景 然后有六个步骤 这个六个步骤呢 是我们这边特殊归纳出来的 叫六个步骤 可能在别的地方也应该也看不到 我们把所有的服务化系统 或者叫服务化接口 就抽象为六个步骤 所有的服务化系统都逃不出六个步骤 从当前来看是这样的 第一个呢 是叫做参数教研 入参教研 第二个呢 是叫做业务教研 第三个呢 是业务装配 然后事务前教研 事务处理和事务后处理 就差不多是这六个步骤 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系统 所有的这个处理都抽象成这六个组件 是这样子 这个就不再具体展开讲了 可能会讲起来会特别复杂和特别长 然后呢 如何去做业务的定位 就归纳出五个维度 就归纳出五个的一个维度 这个可能也不展开讲了 因为也比较复杂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非常非常明确 非常非常明确 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 讲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东西 其实只为一个目标 就是当我们的垂直业务出现说 我要产生一条新的交易流程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编排出来 我们可以通过配置化的方式 就可以把它落到我们的系统里面去 然后我们的系统不用做发布 我们的系统不用做改造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三个事情 如果说有一个交易的一个需求过来了 有一个交易的一个需求过来了 那么它会去做 三种配置 一种配置呢是正向交易的配置 正向交易配置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流程编排引擎 如何把这个流程和这些组件去穿起来 这就是我们说的正向交易的流程编排引擎 然后第二个呢是逆向交易 逆向交易跟正向交易也比较类似 就通过配置化的方式 把这些组件去穿起来 然后形成逆向退款的 退货的一个流程 然后最后一个是非常值得讲的 就是订单管理 订单管理最主要的是处理那个搜索 搜索的一些能力 这个时候它就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能力 是叫做数据重新索引和数据异构重新进行那个落库的一个能力 那这个能力呢是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会在那个正向交易的这个时候会有一个比较一个大的一个字段 这个叫我们叫大字段 这个大字段会把垂直业务的一些业务业务的一些带业务羽翼的一些字段去塞进来 比如说我们去订酒店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把酒店订的这个日期啊 然后酒店订的这个人员的这种身份证号啊等等可能会输进来 然后呢我们在后面再进行管理的时候 进行查询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通过日期进行搜索 这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可能通过日期进行搜索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订单一落进来 这个订单管理系统它就能感知到 哎 我要进行重新索引 这就是重新索引这么一个能力 然后呢我们做了这么一个流程之后 我们表现的一个形式呢最主要有三个 三个表现形式 一个表现形式就是通过API的方式 我们有一些接口可以让大家去落单或退款 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API的一个方式 然后第二个方式呢就是交易UI组件 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个UI组件直接嵌入去 这个就不展开讲了 还有一个就是流程自定义 流程自定义的这么一些界面 就可以反映出三种的一种开放 最后讲的就是一张图 最后讲的就是一张图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架构大图 那么这个架构大图里面就分成 非常明显的这四个部分 非常明显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是叫垂直业务的部分 垂直业务不是交易核心这边去管的 交易核心这边最主要处理中间红色的部分 就垂直业务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垂直业务场景 然后他们会有很多的一些业务规则 然后呢在这个垂直业务里面 就每个垂直业务都会有一个很特殊的这个黑色的小方块 这个叫败系统 这个败系统就可以理解为垂直业务的交易 叫垂直业务的这个交易系统 那么它负责的职责只有一个 就是交易系统里面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参数 需要拼装起来了 他们就去拼装 然后去调用 最后达到自己的一个结果 这就是一个败系统 然后中间的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交易核心负责的 就三个 三个大块 一个叫正向交易 一个是逆向交易 另外一个是订单管理 是这样子 然后正向交易 刚才已经讲过了 最主要负责那个流程编排 逆向交易也是流程编排 但是流程编排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 最困难的事情呢 就是如何去划定组件 就组件的这个划定力度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什么样的组件是需要被重用的 什么样的组件是应该被丢弃出去的 这些东西的这个边界 是一个特别难把握的一个事情 然后最后一个呢 是订单管理 订单管理这边呢 就刚才也讲过了 主要是数据易购化的一个能力 和重新索引的能力 在这里面呢 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 就左下角有两个有意思的一个方块 一个是红色的 是叫做标准交易组件 标准交易组件 标准交货组件 标准交货组件呢 就是虽然我们认为 所有的交货都应该是跟垂直业务相关的 但是还有一些交货 是可以被所有的垂直业务共用的 比如说一些营销场景的一些交货组件 可能我们会把这些东西都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核心交易里面来 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交货能力就可以被所有的垂直行业去共用了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呢 是叫做垂直化的一个交货组件 垂直化的一个交货组件 那这个东西是灰色的 它可以跟上面灰色的垂直业务这边去关联起来 这就是我们说的垂直化的一个交货组件 这个东西呢是由垂直业务去把控 然后呢右边灰色的部分呢 叫基础支撑 基础支撑呢最主要是 我们说交易系统它要去依赖很多很多的下层 下层的东西 有支付 有优惠 会员等等等等 会有很多的系统 它是一个支撑一个系统 然后呢这次我想说的东西差不多就说完了 然后呢其实由于今天时间关系 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话题是没办法说的 第一个呢是横向组件和纵向组件 是怎么进行区分和如何进行规划的 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然后第二个呢是高并发的一个优化和时间 是什么样去做的 我们是如何切入的 就这个也是需要去 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吧 然后第三个是高稳定性的考虑和时间 就下单成功率五个九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硬性指标 叫下单成功率是五个九 那么这个东西是如何实现和如何进行监控的 然后最后一个呢是 就是我们如何用DDD的思维 就是领域驱动的一个设计这个方式 来维护我们的日常需求和推动我们的交易系统 不断地迭代和往前走的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吧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